近一年展开朝野积极备战2022大选 国民党县市首长的提名办法 也在今天的中场会后出炉 以现任为优先协调代替初选为原则 要是执政县市出现了挑战者 由中央介入协调避免初选内斗 像是金门立委陈玉珍就有机会挑战现任县长杨正吾 而民进党今天也同样针对了选举布局做讨论 党主席蔡英文特别在会前喊话 要部署优质人选回应人民的期待 国民党的立场很清楚 一定要推出符合民意 在多数民众支持之下 获得更多县市长的席次 2022百里侯选战国民党提名办法出炉 盘复制2018胜选经验推最强候选人 各县市的这个提名要开始征询 以现任的为优先 表面上说现任优先但现任未必最强 像是金门县就出现挑战者 在地理委陈玉珍月月遇事 杨正吾连任出现变数 选举的特别办法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增加整体的弹性 每个县市条件的不同 都会经过整体的中央选战策略汇报来做评估 以协调代替初选 避免内战开打坏了团结 毕竟要对抗的民进党现在传出要推政务官站队打正级牌 现在被点名的人越来越多 那表示民进党人才积极 未来不论是从行政团队或是选举团队 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国家队 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抛今年目标 也喊出推优质人选 擦亮执政党招牌 被战年底大选 蓝绿各自订好游戏规则 招出最强选将